3月24号 这里是纽约市皇后区 Amherst医院的新冠肺炎检查中心 所有纽约市居民 只要有发热或者是口积的状况 都可以去进行免费检测 这里不分富人和穷人 3月24号纽约皇后区的急救室 在这边人几乎都已经满了 但是CNN还是没有防护穿 只有最简单的口罩 这里也只有护士和医生才有 现在是美国3月26号的早晨 目前医院只开放了ER ICU和医治部门 其他所有楼层关闭 一线的SER的护士们 现在再重复使用N95 因为口罩实在都没了 然后ICU里边扩充了50%的床位 镇压呼吸机估计只有时代不到 昨天晚上一夜死了13个 3月25号中午收到的纽约州长的一封信 他号召所有在职或者离职的医疗人员 勇敢地参加到抗疫的斗争中去 3月27号 这是在纽约Berville医院门口建立的临时停尸房 目前ER已经接近满员 最近有可能会减慢检测速度 3月28日因为医院的停尸房都已经满了 在外边他们有移动的冷藏车来当 暂时停尸房 他们拍到了一具尸体正在被抬出来 这里长城的队就是在检测点正在等待的人们 这是美国即将在周一投入使用的方舱医院 在Java Center 目前里面有3000个床位 只收治非新冠病人 另外军舰医疗船已马上周一到达纽约 同样他们有1000个床位 也是只处理非新冠病人 然后这里是房层医院的外围 大家可以看到忙碌的士兵们 另外今天一个好消息 美国从中国政府购买的医疗器材 终于抵达了纽约境 JACOBI医院门口医护进行了 第一次抗疫活动 由于缺乏个人防护 太多人在一线上倒下了线上 一位加油 中国加油